通信费到底每个人都申请多少钱呢 我们迅速的把它做一下 来请看 点到通信费的第一格 按一下我们的公式进来 sum if点进来 sum if的s s 好来我们看一下 sum range就是我们的加总范围 按一下键盘f3 去把金额 金额交易金额 还是金额金额 点进来 哦 再来 第一组的条件 主要筛选的范围 按一下键盘f3 如果你是用费用当作筛选的范围 那条件呢 就是我们的通信费 而且记得要锁起来 懂不懂 OK 第二组 如果既然第一组就是费用了 那第二组的筛选范围 当然就是我们的什么 申请者 申请者 然后呢 申请者那条件就是前面的这一个双永透这个人哦 而且不可以锁 因为它等一下一个一个往下涨了哦 讲会了吗 所以答案 这个功能表就是长这样 那你跟我如果相反没关系 你的费用跟我的申请如果是比如说我下次费用是第一组对不对 你的是你的第一组是申请者没有关系都可以的 顺序比较硬 好确定 280块 点两下就出来了 而且同学注意哦 不是这样而已哦 今天如果我想看的是参加费 只要我选了参加费 底下每一个人申请的那个金额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是不是动态的 没有错 你随时想看什么费用 直接点下去 每一个人的费用申请的情况一清二楚的 这样懂了哦 这样是很方便 哦 OK 那请问同学 如果等一下请你做底下这个人员的下拉斯选单会不会做了 想一下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 来同学 旁边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请制作费用类的清单有没有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注解 你如果想要针对某一格 你希望他提醒你做什么动作 你可以用注解这种来做 我顺便教各位怎么做 很简单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格好 假设像费用这一格我要做注解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滑鼠先点到那一格 右键点一下 各位可以看 里面有一个叫做插入注解 有没有 你可以随便找一格 先点它 然后呢 右键选一下 右键点一下 你可以选插入注解 这东西可用可不用 如果你希望说他能够提醒你做什么 你可以把它打进来 中文英文数字随便你 而且呢这个字呢打完还可以把它选起来 做什么编辑 看你要多大的字多少的字这样子 重点是它平常是隐藏起来的哦 怎么知道呢 来给我请看 我把它收小一点 平常如果滑鼠没有用到那一格 平常滑鼠如果没有点到那一格 或是没有进到那一格 它平常是隐藏起来的 怎么知道呢 我如果做好了 两边要轻在心 这样子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万一没有自己收起来 你可以呢 右键点一下选隐藏注解 有没有看到 隐藏注解 它平常会收起来 滑鼠放上去呢 它就会显现出来 有没有 滑鼠移开了 它呢就会隐藏起来了 这样懂得吗 所以你可以让它隐藏不隐藏 你可以自己决定 这样了解了 这种东西啊 这个注解是在提醒你 这一格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YouExcel呢 为了怕忘记那一格要做什么动作 我们会用注解的方式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有需要针对某一格 来做一个注解 那这样各位就会做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请各位呢 给各位一点时间 麻烦你把名称申请者的下拉式选单 做出来 然后把底下的把它完成可以吗 好 请开始 好 什么 不会变动 应该会变动才对吧 好 我帮你看一下 好 那麻烦各位 请你把下面那一根